天蓝沙主要分为山沙 海沙 河沙 山沙硬度高 比重大 颗粒均匀 颜色自然 凭借这些天蓝优势 山沙也被专门作为制作体育运动场馆的草坪之用 海沙研范高 国家严禁使用未经淡化处理的海沙作为建筑材料 河沙就是大家在生活中常见的水泥标准沙 2020年我国进口天蓝沙总量705万端 天蓝沙六大进口地区 占进口总量的99.4% 分别是中国香港57.77% 马来西亚34.38% 中国澳门3.42% 俄罗斯联邦2.57% 缅甸1.43% 老挝0.43% 2020年国内九大天蓝沙进口省份占进口总量的99.96% 分别是北京45.57% 广东25.58% 福建8.77% 海南8.62% 上海3.68% 浙江2.76% 黑龙江2.18% 云南1.98% 江苏0.86% 分别是北京45.57% 广东25.58% 福建8.77% 海南8.62% 上海3.68% 浙江2.76% 黑龙江2.18% 云南1.98% 江苏0.86% 据海关数据显示 受疫情影响 2021年1-5月份 全国天蓝沙出口量为54.34万吨 2021年1-5月份 全国天蓝沙进口量为37.67万吨 福建是大陆沙石出口的最大传统货源地之一 在大陆沙石出口总量中拥有超过半数的比重 而且福建99%的天蓝沙出口到台湾地区 日本和韩国等地 其中对台湾出口占福建天蓝沙出口的6成以上